這一次整個拳代會的總體印象 是以挺台灣的棒球意象作為主調 這一次的應援曲叫做挺台灣的應援曲 這首應援歌曲日後在百宮百夜 也包括各式的肇事場合 還有立委參選人的各肇事場合等等 我們會充分來運用 這首歌曲特別強調的就是團隊合作 大家都是台灣隊的議員 勇敢出擊一起挺台灣 最近陸續有聽到 一方面很支持公私立大學學費差距的補助 能夠達到公平 但也有一些質疑 說為什麼之前七年沒有做 今年要選舉的才在進行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之前馬英九總統任內沒有做 不僅僅長照沒有特別關注 0到6歲的孩子照養也沒有明顯的幫助 也沒有關注到公私立大學學費的落差 蔡總統上任之初排除困難 先是進行長照2.0跟0到6歲國家一起養的政策 最近4年的總預算 中央政府稅出稅入 剩餘累計1兆0400億元 表示 疫情 防疫得當 而且總體經濟相當不錯 表現不錯 稅入減稅出有盈餘 因此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更進一步將社會福利政策或是社會安全系統來建立 感謝蔡英文總統跟陳建仁院長 建籍履籍的來進行實現相關的政見 今年編預算明年就要來做 也確實是我們目前的財政能夠負擔 接著